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又会从事在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摆摊的行业 文化节的那种文化节的摆摊服务摆摊服务摊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说对这个摆摊我们也很好奇 你原来是做会计方面的工作怎么又去摆摊呢 对啊好奇怪一个是在室内坐在那边 然后一个是在外面哇累得给你走来走去 两个很极端的 好我们今天欢迎胡显金 Johnson胡来到我们节目 Johnson靠近麦克风一点 好 许元老师好 黄毅老师 是是是 好我们就很好奇嘛 对啊两种不同的行业 你还能自得其乐 佩服佩服 是 那你谈一下啊 就是说你对这个餐饮业有一个过程嘛 你刚才跟我讲我们在限量的时候 你说你很喜欢谈一谈你的过程 好不好啊这个比较像是从小的时候那那个在我那个我的奶奶应该是我外婆了然后他中风的时候那我开始学习怎么样那个组这些组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开始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兴趣了那时候在台湾是不是在台湾 哦有外婆中风然后他就从小就很难得男孩子还会做男孩子他就发学自己的兴趣 哎我想打个场 那你觉得这方面有兴趣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去读那个餐饮学校专业的 那个时候想了还是就不晓得这是我的兴趣 比较这样子是说当时是那个就是说可能生活嘛 就是敷衍了事 也对敷衍了事你想想看吃的东西就是白饭配一些乌醋酱油这样去吃啊 然后炒一炒在上面或者是把豆腐加进去里面就这样吃一吃就这样觉得自己觉得很好吃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我就去开始这样做了嘛 那只是到后来那当时觉得自己还是想要走比较商业的东西 自己想想像自己就是当那种大的总经理啊老板啊大老板啊 对啊就这一类的东西 那直到那个后来就是开始踏入社会之后慢慢进去啊接触了很多事情之后那我才觉得 发觉说其实我对餐饮是蛮有兴趣的蛮有兴趣的从小打了底子打了底子好讲讲你那个过去的失败经验 是是有很多真的是有很多真的是国务说的那个失败会成功之母 真的真的是那你赔了11次了 我还没有到11次那么惨不过还好那个几次就让我那个就让我真的是回来 不过差不多吧我的那哪几次 像之前那个在我来纽约的时候那我有经营那个subway 我有帮之前的老板进行他的subway后来他其中一个subway卖给我 就卖给你 对对对 你那么年轻就当老板 Ridgewood那边 终于完成你的心愿了 也不是啊当时就只是想说是做一个投资嘛 想说之后那个大学出来之后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再去做别的嘛 结果没想到这个完后来那个subway整个品牌是完全的急转直下在上面说 因为除了那个代言人那个有问题啊还有他们的那个产品里面被人家夸大讲说那个里面有塑胶啊 可是现在还在生存啊 对他们还在生存可是当那时候一发生的时候那你的整个店的生意就会掉下去嘛 整个连锁店嘛 对对对 整个连锁店每一个店他都会受影响在这上面说 那Ridgewood那家店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店在上面说 所以呢他受的影响也就是特别的大在这上面说 而且特别是他是做所谓的neighborhood就是邻居附近这边的生意嘛 那种住宅区的 对对对 就比较注意这个 对对对 那再加上他的人后来人潮也是他的族群也离开了 就原本可能是所谓那种白领阶级的那种你知道老美啊 那种白人啊或者是那种从欧洲移过来的人 后来改成都是比较像是那个拉丁裔的人进来 所以他们对这个就没兴趣了 对自然 自然那生意就往下降了 所以这个我就当年就就整个让我整个大批了一场 卖掉没还是 我后来是赔钱卖掉 赔钱卖掉 对对对 从此不奉餐饮了吗 也不是 沙布卖其实在美国来讲是一个蛮有名的嘛 就像麦当劳啊 Rubikin啊 对对 我都我都你吃过吗 我们都吃过吗 我都吃都吃过 吃不完 吃不完那很长一条 好那接着下来呢 接着下来那我就你知道吗 每天赌博赌信上来的时候对不对 就觉得说还有翻身的机会嘛 我觉得对自己有自己 而且我对我自己是 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自信在这上面说 因为我之前进subway的时候 店都做的还可以啊 也不是说到 只是 只是这个人员的 人事的关系 对 我觉得这 我觉得就比较像是大环境的关系 大环境 对 这个 疫情 对对对 大家都没生意 对对对 突然这样 那我 有些人就撑不下去了 是啊 所以就当时因为觉得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觉得我是应该有机会再起来嘛 那我就想说那我去试试看 投资一个那个 一个非常小的店在上面说 那在长岛那边 一个医生诊所的那个办公室里面 试了一下去那边试 结果那边才让我真正了解 这样子的店是怎么样会不成功的 直到我又跑去那个夜市 因为当时我一个朋友 他在里面已经做过 我以前也帮他在那边做过一次 说在上面 那他介绍我 让我过来 然后那个 就去试试看 摆摆看 那只有在那个时候 我才说稍微有了转机在这个上面 你就说现在这个夜市 对这个皇后区国际夜市 那你在长岛那是做什么呢 那个其实当时我就是卖 简单的就是三明治啊 卖那些早餐啊 偶尔卖点饭啊 在上面啊 完全都没有生意 一样看就一天可能 对啊 就可能一天最最好的时候 可能是两百块钱 然后常常可能都是几十块钱 这样子在上面 其实黄鱼 餐饮业哦 如果做得好 人家都说是翻倍的 对 很快 对不对 说一块钱的东西可以买十块 也很快 好那再继续就来到 你刚才所讲的这个 对因为一个机缘的关系 这样子 让我朋友介绍我进去的 这个那个皇后区国际夜市里面 皇后区国际夜市 对 不同文化 不同的饮食 是 对 那这个皇后区 皇后区国际夜市可以说是 真的是 它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裔嘛 是是是 就这里面有不同的族群里面 嗯 他们摆出来摆设的这些那种不同的那种食物 在上面 例如说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拉丁裔的那种 你知道 empanada 或者是那种 呃 那种叫什么tacos 都有 tacos 对对对 tacos饼啊 在这上面 那你呢 我卖的就是台湾的那个盐酥鸡 哦 我不是 你不是说刚开始是卖蛋饼吗 对 我一开始卖蛋饼 对啊 他还是跳过去了 对 这个也是失败的 对 这也是失败 这个这个 这整个是 那那失败到也是 就是 套台湾说失败到快脱固执的那种状态 真的 这么严重 真的 当然蛋饼 蛋饼很好吃耶 可是不赚钱啊 我们台湾的每一个卖蛋饼的都发出来 可是不赚钱啊 对啊 可是 成本很小 赚的也很少 对 而且对 呃 老外来讲 当时可能就是 不是他们晚上特别想要吃的东西 在上面做 有没有 如果来到这边来应该有肉食问题 是 是 可是老外可能就是 就是主流社会的人 对这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就是兴趣在上面 不是没有人吃 只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在上面 然后那后来那主办单位 透过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会不会做严肃机在上面 那问我愿意去试 那我就想说那我试一下 在上面 试试 那你也很厉害啊 说改就改啦 对 因为刚好就是小时候打了几次嘛 因为之前我妈妈她们有开过餐馆 在这上面说那我对一些那种炸的啊 这种东西我也也是有认识在上面 那再加上我自己之前在各种不同的餐饮领域里面去学习过 所以说那我至少都知道大概会是要怎么做 那我就上网就大概你知道就是看了一下那个食谱 然后大概自己自己就稍微这样研究了一下 然后就就出来了 是那一定是你在做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成功的感觉嘛 你才会继续了嘛 那你想想看就是说当你卖严肃机的时候 你赚了最多钱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振奋 还好耶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 我在我出来社会的时候 我有去当那个就是销售员在这上面说 对销售员 卖严肃机还要销售手法 不得了 他当过销售员 然后因此有了卖严肃机的经验 也不是这样说应该这样说吧 所以应该这样说 所以我就对 知道从哪里下手去卖 也可以这么说这也是一个地方 可是我就会想说你任何一天卖的 就算卖的超好的 那就是那一天而已 所以你就是 就也不是天天在这上面说 那是口味的问题呢 还是怎么样 有些时候可能是下大雨 你可能这个礼拜做的这边好 下个礼拜就 对对对 然后下礼拜就下大雨在这上面说 那边是露天的 对对对对对 虽然你有帐篷什么之类的 可是下大雨人就不出来嘛 在这上面 那就自己吃了 对啊那自己吃了 那你就赔掉了一大堆那个食材 食物成本 对啊在这上面 那你怎么样能够选出来说 那个什么炒制的 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这个其实就是后来就是看 自己对那个食物的定义 妈妈也会给你秘方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说实在的 那你很厉害 没有没有 这其实也是就是打工经验嘛 在这上面 我之前有在那个 我妈以前开的那个日本餐馆里面 做过 所以我对炸的东西 大概也知道什么口味 那再加上我小时候 就是在台湾的这些馆子里面吃饭嘛 因为这个 这个 你很兴趣 嗯 这是真的 然后那吃饭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慢慢知道每个东西的食物 是它的味道在哪里 好 应该是大街上 那现在就叫你口售一下 严肃鸡的 做法 做法 简单的 我想给我们大家 那个秘方不要高了 我们学会了 跟它隔壁去开 哈哈 没有没有 有没有做辣的 有有 也有 所以你有不同口味的 对 我有不同口味的 就是原味跟那个辣的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我们去年 前年还是 前年还是去年推出的那个 梅子口味的 梅子 梅子口味 哦 梅子口味 对对对 好奇怪 我们今年应该 我们今年也要去试试看 试试看的那个 对 来来来吃试看 真的要去 去品尝一下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推荐任何 任何的就是年轻人 在这个做餐饮上面 对 只要不怕吃苦 对对 永远都会有一口饭吃的 在上面 天无绝情之路 真的 绝人之路 真的 真的 在上面说 我觉得你只要肯用心 肯坚持下去 那一定会有出路 在这上面 原出机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难的 秘诀网路上面有一大堆配方可以给你 让你用 绝对做的是不差的 但是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耐心 那你这三种口味 一种原味 一种辣味 一种梅子这样的 那操作出来 哪一种卖的比较好 呃 这就是 不一定 不一定啦 看个人 大家吃的是怎么样 因为 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是吃原味 原味 嗯 好 对啊 像我 我个人爱吃辣 所以我就喜欢那个 以前可以想要吃到大辣 现在大概就是中大辣 就是想要 辣就是去蘸辣椒酱吗 还是你放胡椒粉 没有 这是有辣粉在这上面说 我们那个店里面那个 就是我们自己特调的一些辣粉在上面 OK好 好 那讲到这 黄瑜我们今天就是要了解他的 在国际的 叫做文化节的摆摊嘛 嗯 是不是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摆摊 今年的摆摊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你的摊位 然后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对啊 我们要去找你 谢谢 那个我们今年那个 皇后居国际夜市是 4月13号开始 第一个礼拜六 那因为每一年一开始的时候 人都会很多 所以他会有一个管制在上面 那他管制的方法就是用卖票的 所以前面大概两次到三次之中 他会需要你去买票在上面 详细的那个资料 你要往那个他官网上面去看 那张票多少钱 也没有说很贵 大概五块钱 对不对 那可以 那但是他就要管制人数嘛 因为怕造成那边交通大乱 然后受到其他居民抗议 那之后他就会都是免费开放 一直开放 慢慢开放 慢慢开放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完全就是过了两三个礼拜后 他就会完全就是随时每个礼拜六来开 来的时候都是免费开放给你 他是从哪里进口 就在那个皇后区的那个科学馆那边 那坐车子是坐地铁 坐地铁的话坐到111街下来 然后走下来大概走个五分钟 你就会走到了 然后在他的停车场里面 你就进来看就会看到了 是 那你们的摊位是你每年都是固定的 还是要去抢一个好位置 还是什么样 有分配的 没有没有 大部分时间他给你的摊位 因为你长期有跟他合作 他大概都会把你放在固定的那个位置 OK OK 好好 4月13号就开始 对 然后一直展览到几月 一直基本上是到万圣节的那个礼拜六 最后 万圣节大概 今年就 对10月多 10月最后一个礼拜六 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对 中间一般来讲他会休息三个礼拜 在那个 美国公开赛 那个开打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公开赛他要占用那个场地 所以他会把那个三个礼拜 到四个礼拜会把它关掉 那就三次嘛 就说中间有三次 对 三次会不在 除了卖严肃剂之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我吃严肃剂不过瘾啊 是不是你想吃给别的呢 有有有有我们在那个夜市里面还有卖那个花枝丸 那我个人 你卖还卖花枝丸啊 我都是以炸的为主 对 都是炸为 你卖花枝丸啊 对对对 我基本上就是想要把台湾整个那个严肃鸡摊整个这样呈现出来 在老外 但是符合这边的那个客人的那个 对对有没有 符合这边客人的口味 那这样说 因为 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卤的东西啊 对那这里面也有一摊是卖卤味的 在上面 也是你卖的啊 不是我不是我 因为这个那个主办方很强调就是每一摊都要卖不一样的东西 不要充分的特色 所以你我们现在以你的摊位为主 你就是卖这个盐酥鸡有三种口味 原味辣味 梅子酱 对 然后呢 还有花枝丸 花枝丸 还有那个杏鮑菇 还有豆腐 然后还有热口 有没有青菜 青菜的话就是现在只有那个杏鮑菇跟豆腐而已 在上面说 那你说要纯绿的菜的话 之前我们曾经有卖过 可是 就是像那个你知道绿花野菜啊 就是这边说的那个芥兰 对对 可是都要炸一炸 对都要炸一炸 可是就是销量不怎么样 那目前来讲 豆腐也要炸一炸 豆腐是最其实是我们餐里面最累的一个那个工夫 因为豆腐 我们餐里面选用的是嫩豆腐在上面 哇那很累 对 很好吃 对你要切了之后 然后还要再裹粉 我以为你卖臭豆腐 没有没有没有 吃臭豆腐我一定去 对 有很多人 脑外不喜欢 对对 完全那个之前 脑外就热 对 之前有人卖过 然后完全就被抗议了 出去 真的 真的 很可怜 是 所以有花枝丸杏包 菇豆腐 豆腐炸豆腐还有呢 还有那个热狗 哦 他们越卖越多了 对对对 就我们是这五样主力的产品 哦 在台湾也有 也是炸的菜 它有加一些九生塔 对 我们一些那个 大概四年前 就已经有加九生塔进去了 没有 你还不错的 那然后喝的东西呢 我听你妈妈说还有喝的 是你自己制作的 对对对 我们就是做 珍珠奶茶 没有没有 珍珠奶茶是我隔壁的朋友 柠檬茶是啥 对对对 就是做 一本万利 也没有一本万利啦 秘密被你泄露了 没有大一本万利啊 我也希望是一本万利 可是没有 我毕竟不是做饮料卖 那就是刚好 就是复卖在上面说 那我们卖 我们餐馆里面鼓励卖就是 冬瓜绿茶 在上面 哦 冬瓜绿茶 冬瓜茶好好吃 你真的是用冬瓜来煮的吗 那这个冬瓜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台湾的 纯冬瓜砖过来做的 哦 ok ok 你也可以卖传统的红茶 有没有有考虑 冬瓜绿茶他们比较适合 就老外对绿茶比较 那个就是 接受肚子比较高 接受肚子比较高 因为他觉得很健康 也没有说不健康啦 只是就是说 因为 出来因为你精神上要满足嘛 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喝点甜的会舒服 然后也很开心 就说四点到十二点 那也是真的很好 对对对 可是那你说 从早就要开始要弄在这上面 大概 一大早就要吃 对对那你说 比如说之前的备料啊 在这上面说 然后到后面的晚上的收拾啊 哇那很惨耶 也不简单 对啊那你还要上班 我也要上班 我也可以去摆摊 那礼拜天干嘛 休息啊 礼拜天可能有就是下午的时候 就是可能你还要做一些家里面的采购啊 然后把家里面的事情弄一弄 然后准备隔一天的那个公司的事情 可能那个时候是我唯一的半年休息吧 休息个半年 不过年轻嘛 不 这真的是 有很大的兴趣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开发一些其他的 我其实有啊 那个之前的话有卖过那个 鸡排便当 在这上面说 鸡排很好吃 鸡排便当在这里面卖 在这边卖的 不是在这边卖 在别的活动上面卖 鸡排也成功了吗 还可以就是也不错 像连那么大的鸡排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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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太太花时间 而且太 以经济效益来讲的话 不适合我这种地方做 在上面 可以在别的地方做 但不适合在我这边做 在上面做 那我有卖过鸡排 鸡排做的 其实鸡排就是我后来把我 演出机那个 改进的主要的 那个动力之一 那个鸡排要不要敲敲敲敲 要要要 而且我们那个 很温柔的给它按摩 然后再打一打 不择 鸡排的工作非常的多 在上面做 你又要打又要敲 然后还要那个切 然后还要那个搓它 在上面做 是 据我了解台湾那个鸡排 就很畅销 为什么 因为我看电视 每次他们一打赌 就说我100个鸡排 有什么4个鸡排 很好吃 我可以那个尝试一下 猪排 再猪排也可以 没有 它现在就严肃 严肃 不能弄太多了 招牌 不是招牌 好 你对未来怎么样 未来你是就还是维持现状 还是希望有一天自己真的能 会不会是真的做出名的 你什么也是做的 就专 专攻 开餐馆 专攻这个 这个严肃鸡 就可能像很多这种 美国的青年一样 希望自己的副业 以后就变成退休的 主业 主业在这上面 哦 那很棒 我们有好的这个 台湾美食吃吧 台湾美食 希望吧 因为那个 现在的确 卖 台湾的食物来讲的话 就就这样吧 台湾菜吧 是真的是越来越少 说在那个 宝哈森里面 对对对 比较真正实在的没有了 对 现在大部分都是麻辣 对 所以呢 那这个就是 台湾菜的话就开始在凋零了嘛 在上面 在至少在纽约里面是可能在 研发对称 是是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 胡显青先生 胡显青 来自台湾 来自台湾 然后在在美国呢 他是一位会计师的这个工作人员 那从小对餐饮有兴趣 那现在呢 就在怎么 CORONA 国际文化节里面有个摊位 从四月份 他最大的兴趣就是 卖研书机 文化兴趣的这个研发 好了 我们也欢迎听到的这个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可以到时候去到这个 到时候去试试看 试试看 好 发扬一下我们台湾的文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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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